亚太报道 不结婚不买房不感动 新时代的十步青年引发热议 农夫山泉连日遭所谓爱国网民围攻 网信办没上班吗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 中俄一三国在阿曼湾举行联合军演 接下来就请听这次节目的详细内容 美国国会众议院预计本周三 将就一项禁止TikTok抖音国际版 在美运作的法案进行投票表决 该法案要求TikTok在限定的时间内 与其在北京的母公司字节跳动 实施剥离 这也让有关TikTok与中国政府的关系 以及美国国会能否透过立法 采取行动的话题成为舆论焦点 以下是本台记者凯迪的报道 美国国会众议院预计在3月13号 就保护美国人免受外国对手控制的应用软件 威胁法及HR7521进行投票表决 根据该法案 TikTok必须在该立法生效后的180天内 与其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业务 否则将在美国面临被禁 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卡利斯 将其称为至关重要的国家安全法案 并说最快将在周三付诸全院表决 我们努力数月以达到一个负责任的 两党同意的方式允许TikTok存在下去 只要其与中共的长臂字节跳动脱离 我希望使用者们要求字节跳动剥离 TikTok这样你们可以继续使用其应用程序 您刚听到的是提出上述编号为 HR7521法案的两位国会议员 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 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 和该委员会民主党首席议员克里希·纳莫蒂 日前对于TikTok发动美国用户 向国会议员办公室打电话 干扰国会立法程序做出的回应 面对国会这一立法 TikTok上周四向所有美国用户发送弹窗信息 敦促他们向国会议员办公室打电话 反对该立法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 战略技术项目主任詹姆斯·刘易斯告诉本台 TikTok的行动适得其反 我听到的是 一些尚未决定支持该法案的议员们 在接到电话后决定支持了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报道 提出HR7521法案的两位众议员表示 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由中国当局控制 因而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严重威胁 他们警告说 TikTok可能会用于影响美国舆论 或利用用户数据来监视美国人 是共产党的恶意软件 但他们否认了想要禁止TikTok的说法 称其目标只是要摆脱外国控制 目前该法案在参议院的前景并不明朗 据报道 反对该法案的一些参议院民主党人和公民自由团体认为 禁令将侵犯TikTok用户的言论自由 并且针对特定公司 因此将会违宪 参议院民主党人已提出替代法案 对此 学者刘易斯告诉本台 刘易斯认为 这项立法预计很难在参议院得到通过 据本台获得的消息 美国国会前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等多位众议员 周二下午将在国会前举行记者会 公开支持这项有关TikTok的立法 身在美国的中国知名维权律师丁佳喜的妻子罗盛春告诉本台 她支持国会的行动 并认为 一些美国人反对该法案 是因为他们并不知道中共的邪恶 罗盛春说 如果他们愿意为言论自由牺牲起个人隐私 这将是一个本末倒置的选择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凯迪华盛顿报道 路透社本周二独家披露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不会在三月底举行的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与外国企业首席执行官们会面 这一消息引发了外界对北京吸引外资决心的担忧 今天本台记者王云的报道 全国两会本周一刚结束 周二就传出了李强不在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 会见全球商业领袖的消息 这一则由路透社独家披露的消息 让外界很快就觉察出了不同 但这则消息似乎并没有让外界很惊讶 上周一全国两会刚刚开幕 中国政府就宣布取消传宠上的总理记者会 而本次全国人大召开期间 通过了新修订的国务院组织法 外界注意到这部法律 削弱了国务院的权力和独立性 现在李强不在会见外国代表 似乎进一步加深了国务院总理弱势的印象 时政分析人士 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博士冯盛平分析说 总理李强的这个决定 是在习近平治下必然会出现的情况 习近平在集中权力的同时 必须要解决长期以来 中国最高权力的二元结构问题 德国哈根大学前东亚宏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荣修教授瓦格纳向本台指出 李强的这种姿态 以及近来国务院权力被削弱 也表明中共的统治理念 已经不同于邓小平时代 以下为同事配音 就是与邓小平时代相反 要让意识形态压过务实主义 不再给务实的思路以空间 李强不会见外国代表的消息传出后 路透社采访到的多位西方国家商界人士 都表示 这不是一个积极的信号 或直接表达了失望的情绪 瓦格纳说 李强的姿态向西方传达出的消息很明确 可能将是更加内向的政策 强调内循环 同时可能也表达了中国不再依靠西方的想法 美国华盛顿民间机构 信息以战略研究所主任李恒钦的看法 与瓦格纳相似 他认为中国政府对吸引外测的信心越来越小 李强近年初在世界经济达沃斯论坛上 曾试图吸引外国投资者的注意 他在会议上声称 中国中等生入群体约为4亿多人 未来10年 这个群体的人口将翻一番达到8亿人 李恒钦认为 这些说法是为了表明中国还有广阔的市场 但在中国经济下行的背景下 这种说服力越来越弱 在这种背景下李恒钦揣摄说 像李强可能会认为 我再这么做 我都做了这么多了 只有没啥效果 是浪费时间 那转而去做内资了 瓦格纳则分析说 中国政府对外资的兴趣可能也在降低 中国政府真实的想法 可能是首先保证经济的安全 而不是增长 他们是想让外来的经济结构更加安全 不再想要数量上的增长 而是经济质量的上升 即使这意味着较低的增长速度 瓦格纳解释说 即使经济放缓 中国政府仍然可以对民众宣传说 是因为西方的制裁导致了这种局面 虽然失去了经济增长 但却保证了国家的稳定和安全 他强调 实际上习近平最看重的还是稳定 和对国家的控制 而不是经济增长 自由亚洲电台网云 华盛顿报道 最近中国网民在微信朋友圈 热传名为新时代的 所谓十不青年的网贴 十不青年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为什么这一话题会引起网民的热议 它又折射出哪些社会问题呢 以下是记者古婷的报道 继数年前的躺平之后 今年3月初开始 网络热传新时代的十部青年网文 内容罗列了十条 被称为年轻人躺平的具体行为或不作为 依次为第一条 不献血 第二条不捐血 第三条不结婚 第四条不生小孩 第五条不买房 第六条不买彩票 第七条不入股市 第八条不买基金 第九条不服老人 以及第十条不敢动 上述内容引发热议 山东网民卢女士本周二 接受本台采访时说 微博网民在评论区留言 当社会环境把青年人逼迫到产生这种心态时 你觉得他们还会支持政府吗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这是对社会制度不满的另类表现 武汉居民孙宁对本台说 在巨大的生活压力下 不仅是年轻人 连他也有此想法 北京居民郭利对本台说 因为没有法治环境 所以在经济下行的情况下 这些年轻人已经躺平了 直接趴下了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21年1月提出 东升西降的论断 意思是 作为东方文明代表 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崛起和复兴 将会取代以美国为代表 逐渐衰落的西方文明 但疫情三年后 中国经济却步入衰退期 中国大学生毕业后又找不到工作 河北大学校友汪先生对本台说 年轻人的选择表明了他们无奈 就是这一代人呢 他看不到希望 所以他也就不去再努力了 因为努力也没有希望 还不如躺平 这一生就这么平平淡淡的过 网络评论人士天路克对本台说 中国的高房价政策对民众是一种变相掠夺 即使少数买得起住房的人 最终沦为房奴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古亭报道 中国知名矿泉水品牌农夫山泉连日遭到网民的围攻 货品也遭到便利店下架 爱国出征更有蔓延至其他民企的迹象 农夫山泉作家莫言和清华大学 被爱国网民们贴上了所谓心三害的标签 在中国网络援管长城下 为什么爱国的言论可以继续发酵大行其道呢 请听记者陈子飞的报道 中国首富钟闪闪和旗下的知名品牌农夫山泉 近日成为网民围攻的对象 先是钟闪闪被网民批评王恩夫义 另外农夫山泉的绿茶产品 被指包装使用日本建筑图案等 其后江苏长州有便利店的员工 贴出不会售卖微日企业的产品告示 把农夫山泉所有产品下架 再引发爱国网民的讨论 钟闪闪和农夫山泉成为博主 和网民的攻击的目标 受事件影响农夫山泉的股价和市值均下跌 钟闪闪也被媒体发现 已卸任旗下多家公司法定代表的职务 谁在围找农夫山泉成为不小博主开播的主题 有博主认为爱国是关键词 在这波舆论之下 娃哈哈的销量是暴增了9000% 而农夫山泉的销量却是暴低了90% 这鲜活的案例给广大中国企业提了个血 做一个爱国企业 消费者会把你捧得高高的 但如果是靠着广告营销建立起来的品牌 不管你做到了多高的位置 在暴风雨到来之后依旧会摔得很惨 除了农夫山泉外 诺贝尔文学长得主莫言 被指丑化巴鲁军遭网民举报和提告 以及北京清华大学因为没有被美国制裁 一同成为爱国小粉红的攻击目标 农夫山泉 莫言和清华大学 被爱国网民贴上新山亥的标签后 中国最大型的电动车生产商比亚迪的董事长王全福 也被实名举报 指他的师生子是美国习 成为网民攻击的新目标 这股爱国出征的风暴 在中国两会期间发生 是网管最严的时刻 北京之春荣誉主片吴平表示 官方能允许这种爱国出征的行为 与中国政治向左走的路线有关 你用爱国的 用民族主义的还不能概括它 它这里就是共产党那套一起的形态 像文革就是这个样子的 支持自由民主的那些企业家早就打倒了 文化革命批判的那些知识分子都是共产党的知识分子 现在针对的这些人都已经过去都是划在共产党体制内的 莫言也好 那个农夫山泉也好 都是你们共产党的 但是现在他们越高越左呀 在政治光谱上 因为右边那里已经没有了 你就成了最右的了 那他们看到了我们看到都很可笑嘛 中国独立政治学者陈道云表示 这次爱国出征的特点是民间顺应当局的政治正确要求而爆发 有影响力的目标人物成为了网民的爱国发达途径 也与过去十多年爱国主义被结构化有关 爱国主义坦白说 经过习这十多年这种立法行政和执法 把他给结构化了 打着爱国主义旗号的人 他已经在这样一个结构化的网络当中被保护起来 网管部门网间部门他们也不敢去阻止 否则他可能会引火烧身 这一波更多的是像一个团 文革是官方借民众的力量来打倒某一个人 人民攻击 但这一次他不是官方引导针对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个集团 人民群众是自发的 纯粹是一种经济利益的考虑 通过这种带流量赚取经济利益 时事评论员方元表示 中国经济还没有走出困局 急需要民营经济和资本重投市场 网民却向民企开刀 会抵消官方的政策效果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陈芷飞报道 近年来中国在中东地区不断扩大其影响 包括去年调节沙特阿拉伯与伊朗恢复建交 但多位专家本周二指出 中国在中东地区发挥政治影响力的环境有限 也未如中东国家期待的那样 真正在冲突调节中发挥积极作用 以下是本台记者经纬的报道 据中国国防部发布 当地时间11日 为期5天的中国伊朗 俄罗斯三国安全纽带 2024联合军事演习拉开尾幕 此次军演在阿曼湾水域举行 中方表示此举旨在共同维护地区海上安全 此次是自19年以来 三国举行的第四次联合军演 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近年来 中国在中东地区不断扩大其影响 虽然以往的模式更注重经济参与 但北京越来越多的参与地区政治与安全议题 在美国智库卡奈基和平基金会 周二举行的研讨会上 纳伊夫阿拉伯安全科学大学战略研究 与国家安全主任阿尔加纳姆认为 中国并未将中东视为与美国及其他大国 发生摩擦的主要地区 中东不是中国的根本利益所在 其在中东的力量和作用不应被夸大 中国针对中东地区没有制定因国家而异的全面政策 但可以肯定的是 海湾地区 中东地区是中国与其他大国竞争的地区 但这并不是中国人的主战场 他还表示 中国目前在中东地区的核心利益仍是石油 但至于中国对该地区力量平衡的影响 没有迹象表明 中国希望在该地区发挥有影响力的作用 他们关心的是临近地区 对台湾 东南亚和中亚的兴趣越来越大 中东地区不是关键地区 冲突形象也不是中国大战略的一部分 去年年初 在北京的协调下 伊朗与沙特阿拉伯实现了世纪和解 在断交七年后恢复建交 阿尔加纳姆认为 美国并未就该地区安全提供全面的解决方案 与美国相似 中国也缺乏全面的安全战略 来应对中东地区的主要安全挑战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西亚非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金良祥 在研讨会上表示 中国的中东政策是其国际政策的一部分 且基于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及全球文明倡议 但以上均为一般性原则 他说对中国而言 眼下最直接的仍然是经济利益 中国认为中东是中国产品非常重要的市场 我们还认为中东是投资的主要来源之一 因为这种经济利益 中国认为和平与稳定 在其中东政策的衡量中非常重要 中国正在认真促进和平与稳定 因为我们希望市场稳定 阿尔加纳姆指出 在与鸿海危机类似的事件中 中国呼吁缓和地区冲突 但在中东国家看来 中国依旧没有如预期的那样 在冲突调节中发挥积极作用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经纬 华盛顿报道 中国与菲律宾近期在南海主权争议水域 连续发生摩擦 由于菲律宾与美国欠有联防条约 外界担心中非争端进一步升级 美中两国可能因此进入真正的冷战 以下是本台记者徐维廷的报道 过去十多年来 中国与菲律宾在南海多次发生摩擦 2012年4月 中非船舰在南海黄烟岛附近海域 对峙长达数个月 索性会演变成军事冲突 仅在去年8月、11月与12月 中国海警也曾多次使用水炮攻击菲律宾船只 中方最近一次针对菲律宾的打压行动 发生在今年3月5日 当时菲律宾补给船只 在南海主权正义岛礁仁爱礁海域 向搁浅船只提供补给 却到中国海警船使用水炮攻击驱离 造成非方四名船员受伤 事发当天 美国迅速发表声明 谴责中方对飞国船只进行危险操作 与动用水炮等挑衅行径 日韩等国随后也对中国海警行为表达担忧 中非关系紧张之际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 周一至周二率领贸易投资团访问菲律宾 根据专注东南亚新闻的Bernard News 发自马尼拉的报导 雷蒙多周二与美国与菲律宾商会会伍时强调 美国全力扶植菲律宾 将协助菲律宾增加半导体设施 由于美菲1951年及签署联防条约 从非三月初爆发南海摩擦后 外界担心争端扩大可能导致华盛顿被卷入其中 事发后 美国国务院迅速重申对菲律宾的联防承诺 强调美菲联防条约适用于对菲律宾军队、舰艇或飞机的武装攻击 包括对其海警、涵盖在南海的任何区域 不过 菲律宾总统小马可思认为 这起事件不是启动美菲协防的时机或原因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 南海问题专家葛雷·格里·波林向本台表示 北京近年对印太影响力的胃口越来越大 2022年初以来 中国海警就在仁爱礁附近 更频繁地试图拦阻菲律宾补给船只 且出动的舰艇规模越来越大 使用的手段也越来越激进 包括水炮攻击或冲撞船身等 波林指出 如果中国做得太过火 导致非方人员丧命 美国就会立即被卷入 并可能依照菲律宾请求做出回应 这虽不太可能会升级成热战 但势必会深化美菲联盟 也可能让华府加大威吓 且进行更多中国不喜欢的行动 这类事情可能让美中进入真正的冷战 华盛顿智库2049计划研究所 资深主任马明翰则认为 中国本已在南海与多国发生主权争端 刻意挑衅美国盟友菲律宾的目的 是借此对美国施压 他说 我认为拜登政府试图稳定关系 避免美中关系螺旋式下降 但美菲舰的争端 让这目标难以达成 不过马明翰指出 由于今年是美国大选年 美中关系可能变化不大 两党候选人 不论是拜登还是川普 都不想在中国议题上看来软弱 尤其是现任总统 但即便如此 拜登也不想看到亚洲爆发危机 不想发生类似军事冲突 所以我认为 他将小心拿捏尺寸 在维持鹰派作为的同时 不让局势恶化 中共领导人习近平 近日在全国两会期间提出 要全面提升新兴领域战略能力 统筹海上军事斗争准备 由于此番言论正伴随 台海南海紧张局势升温 格外引起外界舆论关注 波林认为 中非双方其实都小心翼翼地 避免军事紧张局势升级 这证实为什么 菲律宾只用海警或民间船只 在仁爱礁进行补给 中国也尽采取所谓灰色地带胁迫 使用水炮或其他冲撞手段 但为升级至军事力量 波林表示 习近平的上述表态 应该主要是针对台湾 在太平洋与美国开展竞争 以及回应外界因为贪腐问题 而对中国军力产生质疑而来 并非与南海局势直接相关 他说 我认为中国还是打算用低于军事的程度 赢得南海 如果可以的话 以上受访者中文音频是由人工智慧软体代读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徐威廷 华盛顿报道 用暗网访问自由亚洲电台 闭开老大哥的眼睛 为了协助读者能够安全地获取 被中国政府封锁的新闻 自由亚洲电台联手开放科技基金 为普通话部和粤语部 特别开辟了 伪赘为.onion的暗网网址 中国大陆的读者 可以借助此网址匿名访问本台 新冠病毒爆发之后的一个月 中国民众怀抱着对真理的渴求 勇猛地翻越防火墙 自由亚洲电台 普通话网站访问量暴增 社交媒体粉丝数 也取得历史性突破 自由亚洲电台目前有三个暗网网址 英文版 www.rfa62zl6z6owmtlf.onion 斜线english 普通话版 www.rfa62zl6z6owmtlf.onion 中国已经连续四年被美国人权组织自由之家 评为侵害网络自由最严重的国家 为了抗衡中国政府的高压封锁 自由亚洲电台如今 也加入一些其他国际媒体的阵营 为公众提供暗网入口 以浏览最新疫情消息和其他敏感新闻 包括香港民主抗争运动 维吾尔人和西藏人等少数群体所遭受的严酷迫害 读者可以使用基于火壶的洋葱浏览器 匿名访问以上网址 该浏览器最初由美国海军研究实验室设计 可以通过像洋葱一样的多层加密结构 屏蔽互联网用户的地点和身份 绕开政府的审查和监控 听众朋友 接下来我们再关注几条其他方面的消息 据路透社12号发自孟买的消息 印度当天驳持了中国反对总理莫迪 上周末访问阿鲁纳切尔邦的言论 表示该邦一直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莫迪9号到当地为一条具有战略意义的隧道 主持启用仪式之后遭到北京的抗议 路透社的消息说 就在印度外交部发表上述言论的前一天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表示 北京坚决反对莫迪在该地区的活动 并已经向印度方面提出了外交抗议 据中国官媒报道 过去24小时内 中国发生了两起煤矿事故 并且造成至少12人死亡 这是中国政府 最近修订采矿安全法后 事故仍然频发 困扰该行业的最新矿难 2014年发生在黑龙江省的 所谓建三江事件 已经过去整整十年 中国人权律师团近日在网上发起倡议 对这起事件进行纪念活动 据维权网的消息 黑龙江省农肯总局 建三江管理局 青龙山农场法治教育基地 在2013年劳教制度废除后 依然在没有法律依据的前提下 关押法轮功学员和上访者 法治教育基地也被外界怀疑为黑监狱 德国联邦经济部长哈贝克 刚刚结束了对美国为期四天的访问 据德国之声报道 哈贝克表示 今年美国大选后 如果欧洲被迫要选边站 德国会选择美国 报道披露 哈贝克在访问华盛顿期间表示 与上一届政府相比 德国政府对中国的态度 发生了显著的改变 这届德国政府制定了中国战略 正在仔细地审查投资决策 各位听众 这次第二台报道播送完了 谢谢收听 再会 收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